關心左南區地方體育場館的運用 高雄市議員李亞芬 針對年底即將完工的文中足球場 召開工天會 邀請市府單位以及學者 共同研議未來發展的策略 那就我們地方 就地方的名帶來說 我們很高興市府 也在這裡蓋了一個這樣足球館 非常的感謝 那我們是希望說未來 不只說它是否在足球的部分 也希望能夠多角化去經營 然後多釋出一些商業的空間 讓這個場地能夠更活絡 市府近期積極推動城市體育發展 李亞芬就希望未來場館委外 可以採取多角化且永續的經營方式 讓體育這項活動在高雄能夠更加活絡 比如說它建一個兒童會玩的地方 那你兒童來的時候 父母親就會回這來 所以那邊人潮就會跟著就多起來 多的時候商機什麼就會慢慢就會形成一個園區 委外經營的部分 我們會在空間的運用上朝向更多元思考的方式 兒童的部分 青少年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透過辦理一些這個可能下營的方式 然後來推動這個足球運動 那這個都給我們非常好的一個方向 而宮廷會現場學者及市府代表也提出了許多禁言 此方透過意見交流讓即將落成的體育場館 能夠創造出政府 民眾以及廠商三營的局面 記者李佳龍 潘文玉 高雄報導 武漢高雄 文字幕 李佳龍 武漢選手 文字幕 李佳龍 文字幕 李佳龍 文字幕 李佳龍